平東工廠大火 多名消防人員殉職 中信消防員殉職 鍾爸爸說 兒子從小就向擔任消防員的舅舅 看齊 喜歡救人 收到消息後 痛行徹夜難眠 衛福部長徐瑞雲表示 事件發生後 已經啟動緊急醫療網 次長王必勝也難下平東 若必要將協助跨區醫療調度 二十二日傍晚 平東民洋國際工廠大火 造成多名消防人員殉職 超過百人受傷 目前仍有民眾失聯 持續搜救當中 中信消防員殉職 鍾爸爸說 兒子從手上擔任消防員的舅舅 看齊 喜歡救人 接到噩耗 痛心 徹夜難眠 因為他本人話比較少 都是屬於默默做事的那個 平東工廠大火 死傷嚴重 其中一名二十九歲的女性較為重症疲臟破裂切除腰椎骨折 媽媽到場後徹夜不吃不喝守在家戶病房外提起女兒傷事心疼累崩 從昨天晚上我整個晚上連吃也吃不下 連睡也睡不著 在國道上跟我講說他奶出血 等到我來到平東的時候 跟我講說他的皮脹整個碎裂掉 然後後來皮脹已經接觸了 大量傷患湧現 平東保健醫院也緊急召回醫護人員救治 院長指出二十二日收治的十五位傷患 其中一位到院前就沒有生命跡象 就是殉職的賴性消防員 另外十四位當中五位狀況 較輕微 初步處理後也返家休息 剩下的九位症疾及治療當中 其中三位較為重症 一位就直接進太刀房 那另外一位是因為皮脹破裂 那也是馬上進手術室 然後把他就是止血以後生命生向穩定 還有一位是吸入性肺炎 就直接處到恰乎病房 需要用呼吸器 我們大概召回了十五名的醫師 然後護理人員跟行政員 大概合計大概有六十幾位 衛福部長薛瑞源表示 事件發生後已啟動緊急醫療網 次長王必勝二十二日晚間引南下屏東 若必要將協助跨區醫療斗渡 事件發生之後的話 那緊急醫療網就已經啟動 那昨天王必勝次長下去 也就是再進一步來協助 跨有如果有必要的話 跨區的這個醫療的調度 那這一個部分 以目前的回報來看的話 應該還是足以應付的 王必勝南下指揮調度醫療照顧 林辰也在臉書發文表示 部分傷者傷勢非常嚴重 顯現場破壞威力之大 部分傷者是移工 除了仲介公司人員在現場幫忙 也請屏東縣政府關心協助 記者黃潘林志堅 莊志成 綜合報導